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漆黑的大雨之中 李高楼努力地回忆着自己从那幅地图上看到的东西 八十一座帐篷 从东到西 而现在他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找到阿聪和王红的位置 否则的话晚上一秒钟 他们两个人的下场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凄惨 尤其如果按照王家所说 那种叫做夙愿的东西进入他们的身体 那可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生死部上寻找答案 或者说这也是他目前唯一的仪仗了 靠着这顶帐篷 李高楼直接咬破手指 集中自己全部的精神力落下了朱笔 很多时候啊 生死部的等级不够 这也是他唯一的办法的 事实证明这个办法还是管用的 很快他看到了一个答案 不过略微有些遗憾的是 这只是吴大力跟阿聪的位置 却没有王红的消息 事到如今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说起来啊 这三个人里边 李高楼最不担心的就是王红 红印当头呢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呀 三十五 在确定了这个数字之后 李高楼双脚同时发力 整个人在这场大雨之中 如同一只燕子一般 很快消失在原地 而他根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离开之后 帐篷里王家的那具尸体 在他山口处突然冒出了一只红色的小蜘蛛 然后是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刹那之间近千只相同模样的蜘蛛 从里爬了出来 他们的动作非常快 并且没有任何声音 很快 他们已经沿着帐篷旁边的缝隙 进入了底下 至于这些东西都去了哪儿 却没人知道 同样 那五名死去的武士 尸体之中 也有一模一样的小蜘蛛 爬了出来 最终都是随着大雨 钻入了底下 整个盘斯村 一如既往的平静 只不过这种平静 却是冷得让人无法呼吸 很快 首先到达了阿聪所在的帐篷 李高楼看到同样的六名武士 他心里放松了很多 至少阿聪啊 还没从里边出来 证明啊 应该还来得及 想到这儿啊 李高楼已经果断出手 整个人朝前一步 来到这六个人的身边 本来六名武士啊 全都是站的笔直 目光啊 也一直紧盯着帐篷 这种事 他们在过去经历过无数次了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 所以啊 李索当然没必要担心什么 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等着里边那家伙呀 办完事出来 然后让他从这儿滚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黑刀出现了 漆黑的夜 倾盆大雨 李高楼的这把刀 真正如同幽灵一般 六个人几乎同时倒在地上 没有任何声音 他们临死之前 还都睁着眼睛毫无波动 没任何停留 李高楼靠近帐篷低声喊了一句 阿聪 随着他这句话说出口 很快他听到里边传来声响 紧接着门被打开 李高楼认真地看着阿聪 什么情况 他的心情有些紧张 想来跟自己一样的事情 在这个帐篷里也发生了 所以 阿聪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非常重要 如果他招了道 李高楼就必须得想办法了 阿聪看着李高楼 你碰见的也是一个女人 听到这话 李高楼的心已经沉一些半截了 你有没有上他 虽然这么问有点尴尬 不过李高楼的确是迫切的 想要知道这帐篷里到底什么情况 阿聪很平静地摇了摇头 我把他杀了 这倒让李高楼愣了 跟着他就明白了 阿聪不是自己 他的想法本来就和自己不一样 更何况 他遇到的也不是王家 想来也不会跟王家一样心软 那么 阿聪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李高楼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没什么事吧 阿聪却在这个时候停顿了片刻 你进来看看 他的话让李高楼又是一愣 没搞懂什么情况啊 看什么呀 人你都杀了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意识到阿聪啊 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 所以李高楼还是一闪身跟了进去 第一眼他就看到了地上的尸体 通过这个女人此刻的模样 完全可以想象到 究竟他之前如何的疯狂 也难怪阿聪杀了他 天煞孤星可没什么道理可假 更何况 阿聪失去了曾经的挚爱 绝对不能在这丢链子呀 脑子里边闪过这些念头 跟着李高楼看到尸体旁的一些东西 他只觉着整个人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灵光 他立马就明白 究竟阿聪让自己看什么了 李高楼赶紧蹲在了尸体旁边 仔细的去瞧 只有零零星星的 看上去数量不多的几只 体积也不是很大 不过李高楼很快看出来 这应该是蜘蛛 原来王家口中所谓的夙愿 居然指的是蜘蛛 从他尸体里边 钻出了好多蜘蛛 我只弄死了这几只 此刻终于知晓了 之前的那个疑问 却让李高楼 更加感觉不寒而理 究竟在王家这些女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 会让他们的身体 完全成为蜘蛛的寄居潮穴呢 怪不得王家会想着要去死 这种事换个人 谁都受不了啊 我们先走 去找王洪他们 知道时间紧迫 所以李高楼说完这句 已经是朝着帐篷外走去了 阿聪点点头紧随其后 这个盘思村的确是诡异 赶紧离开一点毛病都没有 从帐篷里出来 两人当即赶往吴大利所在的位置 毕竟现在小李同学 也不知道王洪在什么地方 反正啊 现在能就一个算一个吧 先把吴大利带出来再说 大雨之中 这个村子依旧平静 很快 李高楼找到了吴大利的帐篷 他跟阿聪两个人 很轻松的解决了外边的武士 靠近了门口 却听那帐篷里边 传来了吴大利 鬼哭狼嚎的声音 你别过来啊 求求你 你放了我吧 你放了我 这动静挺大 要不然他们俩也不会隔着帐篷 站在大雨之中 都能够如此的清晰的听见 不过正因为听到了 所以李高楼相当意外 本来他觉得 吴大利一个倒霉盗墓贼 应该没什么能力 抵挡这种糖衣炮弹呢 可是现在 这听起来似乎好像 他还有点宁死不屈的味道 李高楼抬手 把丈夫的门就推开了 里边的灯是亮着的 他跟阿聪同时 看到了里边的景象 他们俩也被吓了一跳啊 吴大利被一个女人 压在了身下 而且他身上的衣服 基本上要被扯干净了 当然这些不重要 毕竟他们已经猜到了 而问题的关键是 这真的是一个女人吗 这粗略估计 最起码得两百来斤 皮肤黑的就好像 旁边那帐篷一样 当然这也就算了 他那张脸 奇丑无比啊 吴大利满脸都是泪痕 那种悲伤 岂止逆流成河 简直都是大发洪水啊 吴大利一瞧两人进来了 两位大哥 快快救救我呀 那女人却一巴掌 轮在他脸上 跟着叫去摇铃的 看到这一幕 李高楼跟阿聪都是脸色一变 如果灵灯响了 那可真就麻烦了 就在这个时候 阿聪没任何犹豫 直接冲上去一刀 把这女人干掉 当他的尸体倒下去的时候 吴大利双手捂着胸口 嚎啕大哭 好 好 感谢观看